大家好,我是胖子 前天晚上老郑直播间的那段 宋公明坐楼沙溪 臭宝们感觉怎么样 好不好听,爱不爱听,还想不想听 这个咱们来简单的解读一下 就故事本身的精彩程度 这个字不必说 不然老郑直播间的观众人数和 粉丝年度也不会那么高 但是,自打老郑开播以来 一气哈成的 说故事,而且一说就 一个多小时,这还真的是 大姑娘上轿头一遭 由此也引发了我的一点点小小的思考 去年五月初,曹云军 打着直播说相声的旗号 重回取义赛道 对于此事呢,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 我也曾经旗帜鲜明的 反对过直播说相声 理由就是直播间说相声 他破坏了,或者说 他违背了相声本身的 自然规律,然而前天晚上 老郑的那场直播,让我产生了一个 新的观点,咱们先不去 考虑演员自身的业务能力问题 小曹直播说相声 之所以没有获得成功 最为关键的 还真的不是业务能力 而是他的认知偏差 相声本身是要分场合来说的 小剧场应该怎么说 商演应该怎么演 同样的道理 直播相声绝对不是 把舞台上的相声 原封不动的搬到直播间里 它是需要适当的调整和改变的 老郑前天晚上的那段 宋公民坐楼沙西 有包袱,有笑料,有内容 整场直播下来 互动,现挂,内容,情绪价值 以及收益和数据 这才是我个人觉得 真正的直播说象 我呢,作为一个主播 一直都在标榜 这是曲艺赛道 其实呢,大家直播间里聊的都是八卦 他对于曲艺行业 不能说一点好处都没有 可实际意义并不大 但是,老郑这次直播的成功 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的调整和打磨 或许他将成为曲艺赛道的芝麻开门 您各位觉得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还有更多的细节分析 我在直播间等着您 再见 再见